嗨 你好 我是劉奶爸 在網路行銷的諮詢裡面 我最常碰到的客戶是問你一句話說 我要怎麼樣才能知道我付了這個錢 能夠賺回這個錢 而且比這個賺的更多好幾倍 那如果我不能夠把握 我可以因為付了這個學費 學完之後能夠賺回我的學費之外 還能夠再多賺更多的話 那我為什麼要學 幾乎是每一個人的問題 包括我自己也是 就好像在吸引力法則裡面 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先相信然後才看見 還是你要選擇說 先看見然後我再相信 那一般很容易成功的人 大部分都是先相信了 然後他最後看見了 因為他相信他做得到 所以最後看見了 最後實現了 可是我覺得還是有很多人 他們難免會覺得 我要先看到證明啊 沒有這個證明 沒有這個成功見證成功案例的話 我為什麼要花錢去當白老鼠 我一定要看到有很多見證 別人因為這樣做 所以成功了 所以我才要花錢去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因為這個是人性 免不了的人性 所以在網路行銷 你要怎麼做 才能夠 讓 每一個人去覺得說 好 我一定要 花這個錢下去 讓我很想花這個錢下去 因為我看到了 看到了別人的成功案例 我看到了 所以我願意花錢 那我這邊舉一個例子啊 我覺得 在這個網站 我在網路上很常看到 這個廣告就是 我總是在深夜11點學英語有沒有 好那你點進去之後呢 你會發現這是誰的廣告 好我相信很多人應該都看到 TutorABC TutorABC是很好幾年前就已經 我覺得他是蠻早開始的 不曉得是不是第一家 可是我覺得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TutorABC是最早開始的 做線上英語教學的 比較有規模的公司 那你看哦 他登的廣告登入之後 他不是連到他的首頁 而是連到一個 收集名單的頁面 那這個收集名單頁面 他是這樣寫的 再忙也能天天學英語 然後他擺了一個什麼 擺了一個成功見證 擺了一個成功見證 那他是一個律師 然後他上面就寫 持續學習不間斷成為生活好習慣 然後底下這邊有一個 聽聽他怎麼說 那右邊呢就會有 請你留下姓名手機 Email 立即領取 領取什麼 就是免費體驗 他就是送一個免費體驗給你 可是呢 一般人不會因為 一個免費體驗 就填資料給他嘛 所以他必須去搭配這個 見證成功案例 就是這個律師 然後底下 聽聽他怎麼說 點下去的時候呢 就會出現 他們專門去 幫這一個人 這個 幫他們做見證的人 的學員 錄一段影片 然後去 這個影片其實 非常有說服力啊 非常有說服力 然後底下又有 除了影片之外 他底下又有 文字的說明 還有他的照片 他描述他以前 很少用英文啊 把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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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好 好 所以 這個就是 Tutor ABC 他們打廣告 付費廣告 打完付費廣告 所 連結過來的頁面 他 並不是講他們的服務多好啊 然後設備多讚啊 什麼的 不是他們自己講的 而是讓 學員自己來當成功案例的見證 所以 人性就是這樣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都是選擇 先看見 然後才相信 大部分人都這樣 先看見別人有成功案例的 我才要相信 我才要付錢 那 即使是自己付的錢 能不能達到那個效果 那個就再說 那個就看個人的努力 可是大部分人 我們要做行銷 要吸引別人花錢 吸引別人付費 你就是要做到人性的弱點 就是讓他先看到證明 那 這個證明如果他看了之後 他覺得 別人做得到哦 那是不是我應該也可以 那這樣我就願意花錢去嘗試看看 所以啊 做網路行銷沒有別的 很簡單 就像這樣子做 你只要去打付費廣告 然後連結過來的網頁呢 就是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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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所有的客戶的見證 能夠做的非常完整的見證 全部搬到網路上去 讓其他還沒有購買的人了解 原來花了錢之後 可以達到這樣子的效果 那這樣的見證 你就做到網路行銷 最成功的第一步了 你也沒有太多了 你覺得他可以說 我還是會沒有太多了 我還是會有太多了 那些感覺 但是,你也 passed一堂 你也沒有太多了 我也是 我還是會有太多了 證明